哈喽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在开课之前我想请问大家几个问题 就是大家有接触过专业的搭反相机吗 没有 没有 大家现在在用的一些拍摄的设备就是手机是吧 是的 我们是用苹果居多还是安卓手机比较多 一直用的是苹果没有用过安卓的 苹果 然后我们今天这堂课首先 入门的大家摄影的一些基础的 我们在一场会有多有少会接触到一些专业的设备 我们会听到一些比较专业的诅语 比如说光圈啊感光啊 外门速度这些大家有说过吗 啊这个有 大家知道这些名词是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不是特别清楚 那我就接下来拿一个安卓手机给大家来比较稍微浅显的给大家 大家请一下各个专专业书的意思 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先看一下现在的手机屏幕 我们看到下方 它现在已经调到了一个拍照的专业模式 安卓手机现在比较有比较多的 就是有这个模式 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呢 ISO就是大家 简单来说就是感光度 ISO整个它的数值决定了这个拍摄画面的亮度 它的数值越大 它拍摄的画面越亮 请问这个苹果手机上有这些功能吗 苹果手机上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它是比较自动的 是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大家有一个基础的认知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现在看到屏幕已经很黑了是吧 它的快门速度很快 也就是我们按下快门之后 有的时候会听到 就是单反相机的话 它会听到咔嚓一声 快门速度越快 它的那个声音响得越快 快门速度越慢 它的声音响得越慢 快门速度快 拍的画面 会越黑 大家有看到这个直观的变化吗 然后现在快门速度加快了之后 画面就整体变亮了 然后这个大光圈 还有热吗 然后咱们再讲一下就是光圈 我们在平时拍照的时候会听 就是有的没的会听到光圈这个名词 光圈它的作用就是调整镜头的进光量 光圈越大拍摄的画面也就越亮 它和被射体之间的关系的话 就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光圈越大它背景的虚化越明显 来大家看一下看我的手 大家可以看清楚吗 看这个手机里 光圈越小 它拍摄的画面是越黑的 也就是镜头的光量越少 光圈大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专业相机的时候 选择大光圈拍摄什么 拍摄人像进入物 比如说这样一个酒瓶什么的 然后小光圈 大家可以在拍摄这些风景 出去旅游呀什么的 可以选择小光圈 可以选择小光圈 然后大家在使用苹果手机拍照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疑问吗 大家可以说一下 苹果就不可以调这些东西是吗 苹果是不可以调的 这个的专业术语是先给大家讲一下有一个大概的认知 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师会把之后的那个专业术语那个文件 给到给到大家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先有一个基础的认知 然后我们在拿苹果拍照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 不会操作呀 或者是拍的照片 有一些问题 大家可以先提一下问题 就遇到的一些困惑 用苹果手机拍那个夜景 比如说拍那个月亮 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反正以前什么雪月亮什么的 他们有人晒的那个照片都很漂亮 我怎么拍出来都拍出来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灯泡 那个探照灯的感觉 很正好 因为就是我们的那个屏幕手机 它的那个镜头的焦段 它是属于一个广角的焦段 广角焦段去拍一些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会习惯性的做这样的操作 在手机屏幕让它放大 这样的一个放大会造成 就是最大的一个后果是 它进行了一个电子变焦 电子变焦它的画面和它的照片质量会直接的受到影响 所以说在大家在拍照的时候不建议大家使用这种电子变焦 我们用这个用苹果手机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屏幕的下方这块有一个一乘号就这个X这个小圆圈 用这个尺寸就是拍拍照片就是原始尺寸 建议大家这样去选择 然后为什么拍月亮不好看呢 是因为人家可能用了一个 就是拍得很远 就是拍得很远 它不受电子变焦所影响的 所以清楚又好看 可以快点吃吃完吧 那个钢琴还不在面 好那就说用苹果手机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拍拍出来那个月亮的轮廓吧 嗯对就是说还有一个实现的办法就是别人在拍一些照片拍很好看的时候他可能在电脑上进行进行了二次创创作 他找了一个很清楚的月亮的图片然后把它P到了 另一张图片上让大家看到了就是拍到了比如说拍到了一棵树然后旁边搭了一棵很漂亮的月亮 这样的最终效果也会就是给大家一种错觉为什么人家拍的月亮怎么好看是这样的 哦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在使用苹果手机拍照的时候用到的一些常用的一些模式 我们现在看到有延时摄影照片人像全景我们先讲一下延时摄影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录像的功能 它是把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压缩在了一起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之后可以把手机固定在就是可以拍到一些流动物体的时候 比如说水呀云呀车流呀这样的这样的环境下一定要把手机去固定进行拍摄 大家可以尝试的拍之后可以尝试的拿一个小架子把手机架起来去拍摄一下 然后照片的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听筒的下方有一个朝上的箭头 有看到吗 大家现在能看到屏幕吗 可以看到屏幕 我看到屏幕听筒下方有一个朝上的小箭头 然后把它朝下滑一下 就在那个拍照按钮上面出现了一排小圆圈 有一个闪电有一个圆圈还有圆圈化鞋杠还有4比3 还有个类似的一个时钟的一个按钮 还有一个三个圆叠在一起的一个按钮 i哥给大家讲一下这几个按钮的作用和怎么样使用它会更好 我们第一个闪光灯 在拍摄一些暗的环境的情况下 如果打开的是自动闪光灯 在你拍照的时候手机会给你实现一个自动补光的效果 但是那样的光很强 也不受你控制 所以说大家能在不开闪光灯的情况下 所以说大家在拍摄的时候 不开闪光灯的情况下 就尽量把闪光灯关闭 如果非得开闪光灯进行拍照的时候 我们会有时候拍的人人的眼睛拍人物啊什么 比如在比较暗的环境开亮闪光灯会把人的眼睛拍得很亮 有反光会很难看 然后大家这里有个小窍门啊 就是在拍摄的时候 如果打开闪光灯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一张纸 把这个就是拿一张面金纸 把这个闪光灯稍微遮一下 就遮到闪光灯上 但是不要遮到镜头上 你在拍照的时候 它的光会实现一个慢反射 它的光会很散 不是像那个闪光灯直直的照到 你被拍摄的人或物的身上 这样的光出来是比较柔和 也拍得比较好看的 之后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闪光灯在哪啊 闪光灯就是在你镜头旁边有一个小的 一个磨砂的 透明的那种吗 对对对 镜头边上它还有一个 那是拼筒吗 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那个应该是一个红外的一个感光点 它就是在你开了自动闪光灯之后 如果说光线达不到的情况下 它会给系统一个提示 就是光线照度不足了 你应该在自动状态下给它 就是使用手机的人打开闪光灯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那个小软点下边就是闪光灯 我们可以就是拿一个面筋纸呀什么的 把那个稍微遮一下 然后拍出来的照片 光线会很柔和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看我那个好像闪光灯和那个镜头很近 这个要把握的很准 不能同时遮了 对大家在拍照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说就是拍照的时候 如果光线允许的情况下 不是太建议使用手机的闪光灯直接去拍 因为它的光很亮 不受你控制 会造成一些画面的偏色呀 高光的就是有一些很高光的部位凸显出来 造成一个画面的湿针 造成画面的不清晰 这样 然后咱们第二个按钮的话 就是一般不要去碰 基本上拍摄的时候 不是会太用得到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按钮 第三个按钮就是一个圆圈打一个斜杠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我的屏幕吧 屏幕上面显示一个自动打开和实况已关闭 如果我们在记录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刻的时候 你对于自己的临时抓拍能力 不是太有把握 可以去使用这个功能 就是说把它打开一个自动或者是打开 就是说所有的拍照 都会有这个模式 它这个模式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在你拍照的前几秒 它会把你拍照的前几秒提前记录下来 然后相当于就是提前 预录制了一段视频 你在这个视频之间可以选择 你比较喜欢的或者是比较精彩的瞬间 给了你二次选择的机会 这个是在一些对于自己抓拍能力 不是太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打开 这个功能大家懂了吗 嗯 这个就是有几秒的 就像一个很小的录像一样 对 它是几秒的一个体现 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按钮 它这个写的4比3大家看到 4比3这个笔记 它是在电影电视 包括照片 就是 但是 我好吵啊 好 呃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三个比例 一个正方形的4比3 还有个16比9 4比3这个尺寸 就是 在早期的电视标青的时代 它是这样的一个尺寸 到现在的一个电视行业的慢慢发展 慢慢的已经发展到了16比9这样一个尺寸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屏幕 现在的画幅整个变大了 在大家拍摄的时候 建议大家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尺寸 因为我们会拍到更多的东西 有更大的视角去拍这些 所看到的东西 而且16比9是符合现在 电视尺寸的一个标准尺寸 大家之后可以调一下 然后正方形这个它的尺寸就是1比1 我们可以拍一些 就类似于拍利德 他拍的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一些小照片 对于某一时刻的一个记录 可以拍正方形的一个照片 用于修图做影集这样的一个选择 然后现在这个按钮就是一个计时器的功能 大家有没有在遇到拍合影的时候 你在给大家拍合影的时候 往往合影里边没有你 这样的尴尬事情 有遇到过吗 现在的这个功能就把这个事情 可以给你完美的解决 他有三个选择 计时器关闭3秒10秒 在这个区间之内 就是3秒的倒计时 或者是10秒倒计时 在这个倒计时的区间 你可以跑到 在合影的人群中 然后照相机自动按下快门 完成你们的合影拍摄 大家有用过这个功能吗 以前相机用过手机还没用过 对这个功能其实是在一些拍摄的时候 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个功能 不论是我们自拍啊合影啊 这些时候就解决了大家的很多尴尬问题 那个3秒是不是时间太短了 有人用3秒吗 3秒等于没有什么延时 就是这个就是如果说拍合影的时候 3秒你可以跑到人群中 3秒就很快的解决问题了 如果3秒到人群中只能选择10秒 然后这个功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我们的一个风格化的滤镜 就是照片的不同风格 我给大家播一下大家看一下 我们有拿这种滤镜拍过照片吗 有拍过 还有很大的反差 会造成一些很有情绪化的东西 我知道拍完了以后那个照片 那个编辑就是Edit的时候 有那个选择可以改这种风格 但是如果是拍的时候就有这个选择 那还能回到原始的就是没有滤镜的情况吗 这个是回不去的 因为他给你提供的就是 比如说现在看到的一个黑白 黑白颜色的一个滤镜 你这样拍完之后它是回不到原来的 他给你了一个提前通过摄像头 直接拿这个滤镜去构图的一个功能 你们说的那个就是在软件上去调色 去上这些滤镜 他是处于照片成型之后的二次创作 在二次创作中拍的一些照片 其实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 并不像你拿原相机直接去拍 用这些滤镜直接去拍这些照片的时候 当时的想法会跟二次创作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 大家可以之后用这种滤镜去拍一下去体会一下 尤其是拍一些去色的一些照片的时候 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不受 这些物体的颜色的影响 会直观的感受到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注意力可能直接就在这个瓶身上 并不是说他这个瓶子的颜色 会让我们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去色的一些照片 我们可以用在接拍啊 做一些回忆啊 做一些自己 嗯就是 展现自己内心的一些小想法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去色的照片 这样达到的意境和效果是很不错的 之后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 老师从左边数第二个那个就是像个月亮一样的 那个是你说不太用 但那个是干什么的 这个其实是影响不是太大 我在拍摄的时候 挖它点开之后 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我也就不太建议大家去 看这个了 它是夜间模式 但是在夜间的时候 也不太建议大家 不太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模式去拍摄 它是个夜间模式 曝光补偿相当于 哦 就是说我们的苹果手机如果说是 在一些光线好的情况下拍的一些照片呀 拍的一些视频呀 我们会觉得 照片和大马相机它出来的画质 都差不多 但是它在 照度不行的情况下 拍的一些东西 会很差 而且差很远 照片质量会整体下降 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比如说拿苹果手机拍摄的时候 我们在有时候选择角度 首先我们这个镜头的端口是一个相当于广角的 二四或者二六的一个端口 比如说它是一个人的话 我们直接这样拍它 它是显得很低很矮的是不是 然后我们在调整角度的时候 把手机 手机上方朝你稍微 朝你自己稍微仰一仰 我们拍到照片 这样会显得高一些 广角的效果就达到了一个 向上和就是 向上和向下 向下的一个拉伸的一个状态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平拍的一个效果 就觉得这个瓶子很普通 但这样看这个瓶子是不是 会好看一些 您再说一遍您是怎么做的 您是怎么怎么调整那个 手机的位置的 就是手机现在 拿正对着咱们自己 然后就是或者对着被拍摄体 和它保持平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瓶子是不是很很丑 是吧 然后我们数 数值拿好 然后手机的上半部分 就这部分朝自己稍微倒 大概一个45度角的一个 也不用太四度的 30度左右 然后 去贴近被拍摄体的一个 就让它的下边这个部位 贴近相机的这个底下这个边缘 这样看这个瓶子是不是会好一些 就像它很大很高吗 是吧 哦 明白了 你看 看到了吗 这个变化很直观吧 我们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就是人像模式 人像模式它现在有 就是下方有很多 这样的光线选择 它会有很多的光线选择 我们调调人像模式 建议大家拍摄的时候 还是要去要去用自然光 因为它的它的所有的光线模式 它都是处于一个 手机内的预设 其实是相当于 刚刚我们用的滤镜的一个感觉 它这样的光线会也会造成一个拍拍摄照片的一个不清晰 这样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这个光线的时候还是选择自然光 我们看到点击了方框之后 我们用屏幕去拍照的时候 点击方框 会有 就点击了屏幕会有这个方框的出现 旁边有一个小太阳 它的上下改变画面的明暗 一般在中间我们拍摄的画面是一个处于正常曝光值的一个画面 也就是光线是很正常的一个光线 拍人像的时候 如果大家觉得照片这个模式拍的不是太好 就可以选择这个人像模式去拍 这个镜头也是可以达到一个稍微的一个虚化桥 就是大家在拍人像拍镜幕的时候可以去这样去拍 然后这个全景模式 这个模式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在按了快门之后 要拿着手机朝着它这个方向去动 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可以拍特别特别多的创意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屏幕我放了 放进去 等一下 我片子放到另一边去 这样 好大家来看一下我刚刚拍的一个照片 就是咱们在使用全景模式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保持 水平方向的运动 大家看我拍摄这个照片会有这么多黑边 这是因为它我没有保持水平 所以影响了画面 看我刚刚就拿了一瓶这个 饮料 然后让它出现在这张照片的不同位置 我们在拿全景模式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可以同时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我这样说大家能懂吗 我这样说大家能懂吗 我们现在站着 我们现在站着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小朋友了吧 好我现在要动手机了 来 就绕过去 绕过去给我跑到这 快 快 好 再绕过去再跑一次 就站在那个红色椅子里边 好你过来之后再到那个蓝色椅子 哦 这样就别动了 好了来大家看一下 好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我看这照片里边 它在照片里边出现了两次 有看到吧 通过这个模式 我们就可以拍出来 这样的创意照片 就是在一次拍摄 可以实现这样的照片 不用去修图 不用去P图 有没有看到 我的手机屏幕翻过了 大家是问了 还是看了一条 老师他刚刚 你能听到吗 我有问题 可以听到 刚刚他就是那个 这个小伙子 他要移动位置是吧 他是在两个不同的位置 对吧 对他要移动位置 你开启全体模式 你把它拍到 然后你的镜头 移开他现在站的位置之后 你的手机要停一下 然后他再跑到另外一个位置 然后你再继续扫描扫描扫描 扫描到他第二次跑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移开他这个位置之后 然后让他从镜头后面 一定要从镜头后面跑 跑过去之后 到第三次位置 然后你手机再进行第三次的扫描 扫描到他之后 第三次出现这个位置 继续扫描 过了他之后 然后这个全景基本就拍摄结束了 然后你就可以在画面里面看到三个他 那在平时的应用当中有 就什么用呢 就是批图会不会容易一些 我没批过图 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做有什么 批图 就是我们在给孩子拍一些照片 拍一些创意照片的时候 这个模式就特别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批图的话 这个就涉及到更多了 你得涉及到抠像呀 就得把这个人从这个画面里边抠出来 你把它放到这个照片 任意一个位置 但是他放到任意一个位置之后 会显得很假 很不自然 因为这个人确确实实 他没有站在这个场景里边 就很明显 你有修图的痕迹 明白明白 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特效的 一个特效的一个效果 但是他就是通过不同的操作 就通过这样的操作 你可以实现这样很有创意的效果 哦 明白 过来帮帮问你 过来帮帮问你 你人也要过来 我想问一下 如果这个拍的话 比如说运动的人或者物体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 是会怎么样 运动的人或者拍什么 拍全景模式吗 嗯 拍全景模式 这个运动物体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给大家拍一下 来看一下 好 大家看啊 好 来 龙龙来 抬起来你的左手 好 抬起来你左手啊 太好了 然后跟着 跟着 跟着镜头走 一直走 稍等一下 我重拍一下 哦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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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那正好 在那正好 大家看 有看到我手吧 看到了吧 我们可以拍个这样的镜头 手会被一直拉长 一直拉长 一直拉 一直拉长 一直拉长 然后 我有没有打到它 天哪 然后大家看一下 是一个很 很有创意的一个效果 天哪 这好吓人了 就是我是拍的不稳 但是如果稍微稳一些的话 会有一个很创意的效果 就是我的手划伸了好长 然后打到了它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吧 就是它会一直出现在 相机也会一直记录它的存在 这有创意 对 就是我们在拍摄 创意照片的时候 可以去选择全景 然后我们在拍摄一些 比较大的环境 比如说 现在我看到的这个范围 基本是我的手机横过来 就可以拍到 如果说我在一些 国家公园啊 什么的这些地方 拍一些特别宽 特别风景的时候 我就要需要用到这个模式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点下拍照按钮 然后一定要保持一个水平方向的 转动 这样的照片 在扫描的时候 上边和下边 它不会出现 就像刚才那个巨齿状的一个 花纹 这就是你拍的一个成功的全景照片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再 我刚刚那个有半个小时 我没听到 那个全景是从哪进去 老师 全景是在那个 我们的拍照模式 我们点开 放上机之后 会有四个模式 有一个照片 一个严实摄影 还有环境 可以看到吧 我先记下来 我现在手机有一个评课 行 最后一个 右边的一个模式 是不是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拍全景模式的话 最好用那个三角架 嗯 这样就是 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是 我们在拿起手机 手机的时候 我们是用不到三角架的 就是 我们拿起手机 两个胳膊可以 呃 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状态 就是把手机 稍微端的稳一些 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就是以自己的腰为轴 然后这样去转 这样去转 基本是可以满足 这个全景模式的一个稳定需求的 所以说没有必要太刻意的去追求三角架 因为我们用手机拍照 就是为了一个方便 三角架的话 就 建议大家 用三角架就是用一些专业的相机了 这样 因为我刚刚听你说不能不能抖 就是不要太大幅度的 让这个画面产生一个抖动 嗯 好谢谢 很明显的上下来回浮动 上下来回浮动 它的那个相机扫描 它是扫描一个平 就是一个相对于平行的一个平面 如果上下来回浮动的话 它的画面会有很大的影响 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拍全景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问一下 平时拍的一般的照片 照完了以后可以edit 就是可以再修 修图 但这个全景的这个细长的这种 嗯 这种能修图吗 也是可以修的 也是可以修的 它其实是相当于一个 呃我们拍的照片 现在就是 来我们这个 这个它调回来 调回来我们看到是一个 这样16比9一个 长方形尺寸的一个照片 它相当于改变了一个很大尺寸 就变成了一个 细长型的一个尺寸的一个照片 它其实还是相当于一个图片 它在修图软件里边是可以达到 修图呀调色呀 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它是可以修图的 它的性质是和你拍的照片是一样的 好的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人像模式 人像模式我刚刚好像没听太清楚 人像模式 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人像模式它是那个 我们在拍一些就是拍一些镜物 就比如说这个瓶子 和拍人的时候 大家可以现在看可以直观的看到就是 瓶子很清楚背景很虚 有看到吗 嗯 为什么人像模式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突出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哦 对 用人像模式拍是很好看的 但是它下边的这些光线选择 我在这里是不太建议大家使用这样的光线选择 因为它全部都是现在的手机内模拟光线 会和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光线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说您说到光线我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拍这个镜物这个瓶子 拍出来以后呢 我经常是用手机拍完以后呢 下面一个阴影 黑的阴影在下面 有什么办法能够没有那个阴影 这个就是我在灯光课要讲到的一些东西 哦 那个灯光课也是这个课里面的一节课吧 哦是的 哦好好好 就是说大家在拍摄人像模式的时候 建议大家去使用自然光 其他光线不太建议使用 因为不可控的因素太大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选择下面这个自然光就可以 然后使用人像模式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记得对焦 一定要对焦 不然你拍的照片是可能拍一个人的话 如果你对焦对在了嘴上 如果这个人头朝后仰 他的眼睛又是虚的 你可能拍的这个照片 这个人像的照片 只有他的嘴是清楚的 大家明白吗 在拍摄人物的时候一定要在眼部对焦 哦 眼部或者鼻子 眼部和鼻子的这个三角区域去对焦 我想问一下 这个对焦是以那个方框 那个就是那小框框 对 我对焦的话 你看我这样点 有看到后面的黑板变清晰吗 有看到吧 嗯 然后点这个瓶子 瓶子变清晰了 一定要点 然后你觉得画面暗了 点完之后旁边有个小太阳 把小太阳往上拨一拨 看到画面变亮了吧 嗯 这个就是一个画面提亮的效果 他提亮就是说前景背景是统一提亮的是吗 对它是整体提亮的 你是一般的手机都有这个功能还是只有iPhone 还有其他 都有这个功能 都有这个功能 对安卓手机它的功能会更多一些 嗯 我都没留意 平时拍照 留意 这个科件就是哪项专业术语发给大家之后 大家可以对着那些专业术语在手机上 如果有安卓手机什么的 可以在专业模式里边操 嗯 大家就会更加清晰了 这样给大家说的一些 比较 相对于 第一就是钢铁处摄影的人 会稍微有一些模糊 太龙豪了 哎 我我觉得安卓那个手机拍出来照片 好看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失真 不像苹果 对 这个就是 安卓手机一直以来的一个印象 它的苹果的 它那个就是成像的那个原件 它会相对于会比安卓较好 它的图像处理技术 会比较好 因为苹果最开始 苹果公司最开始 这些电子强品的时候 它是从图像处理 开始做的 所以它做这个图像处理会做得很好 比如照片呀 拍的一些颜色呀 照片的这些 路呀 它会做得很好 这就是在手机领域 是啊 是啊 但是它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苹果手机拍的 也会有影响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讲这些 大家可以上一项的操作试一下 切记性是 延时摄影一定要把手机定好 不要让它来回弄 这个就可以考虑三脚架 其他模式 可以用三脚架 用三脚架 延时摄影这个模式 一定要用三脚架 不然你拍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看的 我想问一下 那个 比如说拍运动的人的话 比如说游泳啊 跑步啊 这个是用怎么样拍比较好 这个的话就是用跑步这种 高速运动的一些镜头的话 在苹果手机 如果抓拍能力可以的话 可以这样去抓拍 如果抓拍能力不可以的话 你可以用实时 就刚刚实时实况那个模式去拍 这是最好的 苹果手机最好的一个实现办法 实控 实控是 这个模式 实况 已关闭 实况打开 圆圈有个斜杠这个 它会有一个前几秒后 或者是后几秒的一个动态范围 你在拍照的时候 它会给你提前记录 然后你在这个动态范围之内 再去选择一些图片 这样 如果抓一张相机的话 你就可以调整快门速度 快门速度越快 抓的一些运动 运动中的物体 它会越定格 就比如说我们拍车流 快门速度 快门速度 快一拍 一个车 特别清晰的在路上跑 的一个画面 如果快门速度越慢 我们会看到就是有的一些拍夜景啊 什么的 车开过去之后 它有点 拖尾的效果 就是那个灯还在那个路上飘的那种效果 类似于动态模糊的那种效果 有时候好像就比如说拍那个 那个 比如说车 那个 晚上的车 车不是那个灯 就是路上 他就一路那个车 然后就是想拍那个光线 感觉就拍不出来 对 因为你的手机达不到那个快门速度 所以说拍不出来 用这个 就是什么实 实况拍摄也不行吗 对 对 它是那个 这个就涉及到更加专业的一个 就是 专业相机的一个配合了 它会涉及到 ISO感光 和光圈 还有快门 快门速度 这样的一个 三方面的配合 才能拍出来那样的效果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没有 但是没有了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今天讲的这些所有功能 大家试一下 可以试拍一下 就是可以试拍一下 然后把照片 都发过来 发过来之后 我们下节课去做一些分析 把大家 等待的一些问题再给大家讲 谢谢老师 不客气 谢谢了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好意思 我还可以问一下吗 可以 对 刚才就是说你说 那个手机调整 那个就是说 那个一个是 垂直的 就是说调整 它那个 跟你自己的 那个角度的时候 那个 就会把那个 比如说像你这个瓶子 会把它拍的高一点 对 那个 那个的话 就是说那个角度的话 就是说这个 这个 是怎么选择吗 对 一般在拍 选择这个角度的时候 一般比如说他 这是一个人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怎么选择这个角度的话 就是 他如果 让我们拍的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姿态的时候 我们可以 去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和他平行的 就说说明我们是在站立嘛 对吧 嗯 然后我们要去找找那个角度 肯定要低一些 然后我们就可以蹲下一点 然后把手机 朝后倒一些 倒一些 这样就看到 很大 很高 拍它全景的时候 要让人的 这个角的部分 到你屏幕边缘 这样才能体现你手机的一个拉伸效果 这样明白了吧 脚是在那个手机那个屏幕边缘 是吗 对 脚在手机屏幕边缘也就相当于它处于一个镜头的一个边缘 镜头的边缘 它是会产生变形的 产生变形 也就产生了一个拉伸 好的 谢谢 那么就 因为 因为以前 就是说有人跟我说过 就是说这样拍 但是好像我拍出来 跟别人拍出来 效果就 就是差很多 是不是跟身杆啊 或者什么的 也会那个 也还好 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 我和大家说了方法之后 大家一定要去试 就多拍 对 因为这个方法 我倒是 因为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出去 然后有个人他就会 特别会拍 每次他就是会把别人拍得很高 我也试了很多次 但是就是拍 拍不出来 就是说把他拍得高高的那种感觉 对 可能你会在拍摄的时候 过分追求了一个那样的角度 但是 在你去追求那个角度的过程 可能就遇到了比较好的一些角度 但是你给错过了 嗯 你太注重 我高你的那个 往下的仰角的那个姿态 但是 你在调整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看屏幕 你感觉他 哎 好高啊 其实这个角度 也蛮完美的 你不需要站往下 站往下会显得人很难受 这样 呃 就说就说还是 就说角度 呃 就说还是以画面为那个 是吧 对肯定是的 并不是说 拍照 有的姿势 是在你调整姿势的时候 要看画面 他在这个画面里边 达到了你 认为他很漂亮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就已经很漂亮了 好 不要去说这个角度 你要在调整的时候 好谢谢 好的 我们下课吧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那就 拜拜